这个家呆了 太没有意思了 我觉得 然后呢 太累了 然后呢 我想出去 然后呢 我要出去散散心 散心啊 去哪里散啊 去哪里散都无所谓啊 只是没有钱啊 那你去散吧 那你得给我钱啊 我要去远一点的地方 去哪里嘛 我已经呆腻了 那你要去哪里嘛 云南那边也很火啊 云南那边很火 那边有什么啊 就海鸥啊 那个海 有海 我想去看海 为什么要去啊 因为我在这个家心情不好啊 为什么心情不好啊 你和女儿老是针对我啊 做什么事情也不叫我啊 有啥针对你的啊 以前你针对我就算了 你现在还拉他跟你一起来针对我 有啥针对的啊 你们出去吃东西也不叫我啊 是不是啊 那小孩都知道啊 带你去的话 你肯定会啰啰啰嗦嗦的 舍不得让小孩吃呢 他肯定不叫你啊 那当妈的啰嗦很正常啊 是不是啊 小孩想吃啥也不想给小孩吃啊 那我也想吃啊 你们都不带我啊 我们想吃的 我们想吃啥也不想让我们吃啊 所以呢 我们干啥要带你呢 你干嘛 又来了 又开始针对了 我真的太难了 那因为小孩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所以呢 我们想爱去哪去哪啊 是吧 我感觉白生了啊 像给你生了一样啊 干啥啊 给你生了个队友啊 队友 啥队友啊 你是敌人啊 天天吃饭也不叫我 出去玩也不叫我啊 去吃什么好吃的也不带我啊 在家也不跟我说话 那女儿人家就喜欢我啊 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 人家就喜欢我啊 就是你在他面前经常老说我坏话 他才这样子的呗 人家喜欢跟我 我哪说你坏话 我从来没说你坏话啊 哎呀 我不想跟你承认多了 就想要点钱去旅游 反而是你啊 经常在说我们啊 各种说我不好说小孩不好 哎 在他面前 那本来就不好嘛 一点都不听话 他也没钱老是舍不得给我花 那我说很正常的呀 哎 天天在家这样子 那小孩只能跟我做队友了 哪敢跟你做队友啊 哎 只能把你当底人一样了 他们 我要捡去旅游 旅游 嗯 真搞笑耶 我以为 我要去散心了 哦 散心了 那你去吧 我没钱啊 你们天天欺负我啊 没钱啊 你去吧 去散心吧 钱都是你挣的啊 我没有钱我只能问你了 赶紧给我拿钱啊 没有啊 没有啊 我要来一张说走就走的旅游 哦 去吧 来来来吧 来吧 这张 没有 哎 爱去哪去哪啊 哎 还爱去哪去哪 这个家真的就不需要我了 啊 对啊 我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 结果呢 嗯 人家很随便耶 管我死哪里都不管呢 对啊 哎呀 嗯 嗯